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換我吧 哈哈哈哈 今天笑話 那我再講會笑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適應能力 這個適應能力我沒有看任何書籍 這是我打17年職棒裡面 我慢慢的這樣打上來 我發現所謂的適應能力有很多種 那我們在對投手 尤其是新的投手 的適應能力反應確實是比 我們講樂天 我們的適應能力是算比較慢 那這些適應能力不在於 投手是什麼樣的類型 而是你有沒有選定你的好球帶 往你要的攻擊方向去攻擊 這樣才可以做到 不管任何一個投手動作 或者是 比較奇怪的節奏 都不會影響到你打擊的 這是我打17年來 我覺得 對 這是適應能力 欸你這樣講我又忘記後面 我要講了 你看我真的忘記了 不是喔 我只是想表達的是 我17年來 我打中華職棒 30年來的9支 再見安打 這9支再見安打 都不是我要上去的時候 我想要什麼 而是 我只要當下 我只要確實的集中球 在我要的好球帶裡面 因為它是投手於打者的抗壓能力 所以 這些東西 可以帶給每一個選手 分享給每一個選手 當你在關鍵的時候 不管代打也有 或換成你打也有 不管你是搶打者 或者是 前端棒吃 後端棒吃 我覺得心態都是要一樣 確實去擊球 打打 要打你可以打的 攻擊的球路 好的結果才會形成 但如果我們去攻擊了 不好的球路 也會有好的結果 但那個機率就會降 只不過是在關鍵時刻 你如何 在更放鬆更自在去面對 更強悍的投手 或者更犀利的投手 以下是我的分享 謝謝 然後再來還有跳舞 來我教你們跳舞 夠嗎 直接夠嗎 夠了 我教兩個就好 第一個先這樣 然後下來的時候 這樣 讓我們為今天對戰的兩隊加油 這樣 有沒有 你都不放 這是Locking喔 1 然後放下來 2 OK嗎 1 2 好來下一個 1 2 3 來來來 1 1 2 3 1 2 1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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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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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抓到,抓到,OK 可以嗎可以嗎 1,2,3,4 還有一個回來的喔 1,2,3,4,5,6,7,8 對不對 3,4,5,6,7,8 OK嗎 有喔 很難對不對 1,2,要蹲下去 1,2,3,4,6,7,8 抓一個,抓到,好 來,抓一次,抓一次 1,2,3,4,5,6,7,8 你又不會啦 好,我們再次抓一次 再次抓一次 1,2,3,4,5,6,7,8 好,OK 不捨了 3,4,5,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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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7,8 3,4,5,6,7,8 3,4,6,7,8 3,4,7,8 4,5,7,8 4,7,8 4,7,8 5,8 4,8 4,9 5,1 歡迎各位球迷再度的進場以行動支持棒球 今天在中級棒這場將為您帶來的賽事是中級兄弟在本週的第一場賽事 在中級棒這場賽事是中級棒球